因為藍莓電廠除了造成PM2.5的污染以外 更重要的是藍莓電廠裡面排放出來的一級重金屬 譬如生、P霜70%是從藍莓電廠過來的 因為我們中部不太下雨 所以它20年級排放出來的P霜 還在中部的土壤這裡 一直到現在所以中部的癌症就非常非常的高 各位財訊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謝金河 歡迎在這裏收看老謝開講 在這個禮拜的單元 我們特別邀請到中興大學環工系 莊秉潔教授來到我們攝影棚 我相信在這段時間拜登總統上任之後 大家看到一個非常搶眼的議題 美國重返巴黎協定 那麼對環保 對永續的發展 那麼現在包括循環經濟 那麼現在都是大家熱烈討論的焦點 那麼尤其在最近幾個月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碳中和變成全世界 大家高度關注的議題 這個跟大家投資有關係 也就是說在過去最長時間 大家對環境污染的議題 很可能都有點漫不經心 現在我想慢慢的 國人也重視到這一塊了 我相信這是在今年當中 一個非常熱門鮮明的議題 那今天請莊教授 來跟大家共同探討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 莊教授好 對 謝社長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中研大學莊秉潔 那台灣我想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 這個比方說空氣污染 它就影響到地方正式 像台中市投力發電廠 它造成的碳排旺後空污 它經常變成一個兩黨在角力的重點 所以我想現在對改善空氣品質 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你觀察到現在政府的很多政策 我們到底做得好不好 然後未來可能要什麼演變 我可能先跟社長稍微講一下 這個是台灣男生支氣管跟肺癌 標準化死亡率 也就是跟呼吸道有關係的標準化死亡率 左邊這張圖是大概30年前 197月1981的一個分布圖 那這邊紫色紅色就是全台灣縣政區最高的地方 所以在30年前可以看到 呼吸道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是在台北市 但是最近大家都認為是中南部空氣糟糕了 就是說台北現在已經是全台灣 呼吸道死亡率最低的地方了 但最高的地方就移到了中部 台中 榆 嘉義這一塊 所以就變成整個 最大原因在哪裡 就這個變化是很大 對 所以這個我認為是空污 尤其是藍莓電廠非常有關係 因為藍莓電廠它除了造成PM2.5的污染以外 更重要的是藍莓電廠 它裡面排放出來的一級重金屬 比如深 P霜70%是從藍莓電廠過來的 因為我們中部不太下雨 所以它20年級排放出來的P霜 還在中部的土壤這裡 一直到現在 所以中部的癌症就非常非常的高 高雄其實重工業比中部還要來的多一點點 不過它好處是高雄還是會下雨 所以變成在中部來講它就有先天性的缺點 所以一直有人以為空氣不好 是中南部不好 我想講的是 是最近20年才不好 30年前台中電廠還沒有設廠之前 那時候其實是北部最糟糕的 那漸漸就改變了 所以這個其實跟台灣 中火的問題還是很嚴重 那這當中現在就是說大家也知道 中部火力發電台中火力發電廠 經常大家都是在這邊爭議 那我看有一些資料大家在講 他說像霧霾或空污 其實從大陸飄過來的占的比例很大 另外大概就火力發電 我們二行程的摩托車或汽車排放 這個大概都污染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源頭 那如果從大陸飄過來這種 你很難防備 因為源頭不在你這邊 那對台灣來講我們現在看起來 火力發電大家也希望能夠減量 也就是說像這次藻礁這個爭議 我們吵半天 其實我們應該趕快 如果能夠用天然氣發電 趕快能夠讓它加速 但是環保人士又在這邊運作 那這個其實都是延緩火電 就是給自己找麻煩 那所以像台灣做液化天然氣的設備 其實那個是勢在必行 我也不知道說為什麼大家 又在繞籤子走 這個是很可惜的 那我們在做空污上 防治空污當中 到底還有沒有什麼 我們可以著力的地方 對其實就像社長所講的 就是說因為綠能它的發展的確是 不是需要時間的 需要時間的 所以中間最快先把剛剛說 藍煤的電廠的污染降下來 最快的方式其實就是天然氣 那我們這整個比如說非核時程 比如2025所有核能機組40年了必須除異 那這個時間點大概只有天然氣 可以趕快上來來協助核能完全除異 所以這次藻礁如果三接後退一年半 其實這個對台灣傷害是很大的 非常大 所以現在整個鎖定就是必須在2025之前 一定要有一個新的接收站 那這間算才有辦法供給 快蓋好的天然氣機組 包含在大潭的幾個機組 趕快上來 那這樣的話我們2025才可以順利 把它飛河跟減煤 那這樣做完之後 那當然就是很快的 就是我們可以從煤炭 就從剛剛我們看到的 整個中部那麼多的癌症 你就可以該降下來 那同樣的台北本身的話 因為至少有大潭的天然氣機組上來 那天然氣非常乾淨 它完全沒有中金屬 所以就變成說至少是 先把健康先把它顧起來再說 我想這個很重要一個關鍵 那至於說下一步綠能怎麼走 那是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是 剛剛市長也有提到車輛的污染 那車輛污染其實大家也知道 要減少車輛污染最好的方式 其實就變電動車 所以變成說我們未來要把污染整個 把它降下去的話一定要電 一定要電 所以我們還是要從電這一題 先解開以後 才有辦法解決車輛的污染 那現在看起來 已經很明顯了 就是說我們離開火力發電 現在政府是用最大力量在推動 那太陽能 我們現在也非常積極在進行 所以那個能源配置啊 就是說台灣當務之急 要降低火力發電的依存度 那再來增加燃氣 到2025年之後 所有的這個能源配置 是 台灣到底能不能趕得上 那尤其現在對產業來講 現在加徵碳稅啊 對台灣一定會對產業帶來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衝擊 到底有應該怎麼做 其實這一題其實是 真的是很難一題 因為2023再兩年可能歐盟就會開始 課碳關稅了 所以課下去之後 我們大概知道說中鋼 大概很難再把鋼材 或者是下材賣到歐盟去了 所以只剩下兩年時間 那我記得說中鋼自己的評估說 他要生產零碳鋼的鋼材的話 他的綠電需要15GW 也就是說所有離岸風電開發完畢 還不夠他用 所以這一題的確是 我們下一個階段 一個要好好去思考一個問題 如何再走到完全的綠能 不過現階段 我覺得以空路的觀點來講 還是天然氣先上來最重要 天然氣現在就變成你那個草礁的問題 是 我就覺得政府應該要大力去說服民眾 也就是說大家這麼不喜歡火力發電 大家天天在炒 台中火力發電廠的機組應該要除異 現在理論上像這種天然氣的外接 理論上不難 那個藻礁的價值其實也自有公論 但是台灣把它炒成那個樣子 其實這個時候政府應該有更大力量 來說服才對 其實我也很難過就是說 因為藻礁這個生態就是說 一個是在就是所謂的潮間帶這邊 的確是非常的豐富 第二個有一些小爭議是在水深10米到15米 這一塊區域 那原學者認為是沒有藻礁 那學者是認為是那邊可能最豐富的地方 那時候大概有得到這些資訊就是說 那是不是政府就做最大的保護 把剛剛說的21公頃的填方區 本來是要練兩個除草 它就不填了 但因為那邊有疑似是藻礁了 那就完全不填 整個就移到更外海到1.2公里 水深大概到20米的地方 整個港就變成了我們說叫做離岸港 已經不是靠在岸上 根本就離岸1.2公里以外了 那本來在就是在雞兔的外海 也差了水深大概10幾米的地方 本來有一個一席碼頭 後來那席碼頭也不要了 就是那我們就把那席碼頭也不要 那把整個填方也不填了 也不輸菌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基本上就是說 完全不會碰到藻礁 目前這個離岸接收站的話 完全不會碰到它 所以我是覺得已經某方面 已經做最大最大的保護了 那當然我們自己知道說 有時候很多的年輕朋友 他們其實充滿理想跟抱負 那他們希望同時擁有這些藻礁的生態 也同時希望能夠飛河減煤 那你要減煤就是大家都要 有一些綜合考量 如果你太過堅持自己的意見 那你就煤就繼續燒 對不對 那就大家繼續忍耐 對不對 而且也不能繼續燒 因為2017年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台中市政府 跟台電有簽個約 一年用煤量就是1260萬公噸 超過的話我就可以猜你機組 那當盧市長那時候是有點過分解釋 他解釋成1100 但那不是因為 1260那個數字的話是在 林佳龍市長的任內跟台電兩方 共同寫下去的結果 不能因為換一個市長就改變協議 所以是1260元那個數字 剛才這樣講 我是覺得說 比方雷剛才秀那一張會的問題 原來在北部 現在跑到林佳中南 中部的感覺跟火力發電有關 高雄也有星達火力發電廠 台北你看林口火力發電廠 那個量也很大 但是為什麼這個沒問題 大家焦點都對著中國 我們中部有一個特性就是不下雨 所以即使是星達跟林口來看 比方說中部火力發電廠 原來有配備兩支天然氣接收站 但是我看現在市政府也不跟他開工 其實那一題我是真的很難過 就變成說其實語法是無矩 而且是說等你越晚 你知道每晚一天每晚一年 你那個四個來媒機組就沒有辦法處議 即使是我們不要說處議 就是沒有把它轉成備用 那是不是政府故意讓他繼續燒煤 其實沒有 就是說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想在2018蔡政府選舉大敗 就是民進黨整個轉型掉 他就很確定的 就是所謂的蒸氣減煤這個政策 就非常確定了 這個也寫在目前的電力調度的一個順序裡面 甚至也寫在環評承諾裡面 所以其實完全可以不用答應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最重要就是 是不是可以越快把第三接收上趕快起來 盡快把台中的11 12號燃氣基礎起來 這樣子的話馬上就可以減煤了 高雄就做得很好 高雄你知道新達有新的三部的燃氣基礎 已經在蓋了 現在進度也20%了 新達跟台中在台電來講是同時發包的 理論上是速度可以一樣 但是因為台中有政治的因素 所以到現在沒有發包 但是新達已經有20%的進度了 所以我們估計在2023可能新的天然氣就會上來 到2025完全可以起來 那這三個天然氣基礎加起來大概是3.9G 那加起來這個量的話就正好跟河山廠的兩個基礎 再加上新達4個燃煤基礎加起來的發電量是一樣 所以我可以想像的到說 在2025之後高雄會非常好 就是它是完全變無煤了 那不是無煤就是雅鱗界是老舊燃煤完全沒有了 也非核了 那理論上來講 盧市長對火力發電那麼在意 他應該是在燃氣應該讓步才對 但是他火了燃氣他始終不讓步 其實我私底下大概跟他們的事務官大概講了非常多 當市長是堅持要除疫 我是說不能除疫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天然氣的 你要等它天然氣架接跟它的天然氣發電能夠建構起來 才能除疫 你現在要除疫這個還沒蓋 還沒蓋就不行 再加上說 畢竟我們現在天然氣安全存量只有7天 所以的確是有些現實的問題是不能除疫 但是不除疫它只是擺在那邊備用著 其實還是不影響減煤的時程 所以一直勸就勸一直苦勸 但是好像一直就是勸不了 所以有時候也很為難 那到底應該誰要負這個責任 所以我只能是說 到時候民眾因為這樣子多吸了 譬如說兩年的煤電的話 造成剛剛我們看到那麼多的呼吸道的死亡率 或者疾病的話 那當然就是盧市長的證明 現在就是說理論上應該是 民眾應該是要給市政府一些壓力 就是說這個已經擺得很清楚 為什麼大家這麼樣的堅持 就是政治就無解了 結果變成說 台電經常變成政治人物的提款機 我自己的看法是說 因為在去年的確有 行政院是宣告說地方自治某幾條失效 那當然那一題其實是有點尷尬 就變成說因為當初在林佳龍前市長訂自治條例的時候 他其實把兩個法源混在一起 一個是地方自治法 一個是所謂的空無法 那罰款就可以到達拆機組 他把兩個法源湊在一起弄一個地方自治法 所以後來很多民眾以為地方自治法的權力那麼大 其實不是的 地方自治法最多就是罰10萬塊而已 但是現在市府就用空無法的罰著讓他拆機組 所以兩個混在一起了 行政院說這不行要把它分清楚 有關物影用空無法要把它刪掉 但很多民眾就很生氣說 為什麼行政院會做這件事情 當然很多法理的東西不是那麼快可以解釋清楚的 好現在對台電來講台電應該也要扮演一點角色 比方說像尼古火力發電廠他不斷的更新設備 星達火力發電廠也很大 但是他們爭議很少 但是一直為什麼都在中火 我想主要是中火 就是說剛看到癌症地圖 所以大家對他減煤的期望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整個我們說的到底怎麼依法讓他減煤 所以我覺得某方面我們當一個老師 其實有必要跟民眾稍微講清楚法源在哪邊 你的選票在哪邊 如何把法源跟選票能夠連上最好的關係 如果是說蔡總統他不願意爭取減煤的話 你下一任就把它換掉 如果盧市長勿用法源 反而造成藍莓機組沒辦法處理的話 你下兩年就把它換掉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把這些道理講清楚 不然大家全部混在一起的根本不知道是誰對誰錯 這個時候我想地方的民眾最少應該給地方政府一些壓力 比方說現在大家希望爭氣 那應該大家順要能夠加速讓他進行 如果地方政府阻攔 老百姓應該要給地方政府一點壓力才對 但這個時候其實像藻礁的爭議 其實我覺得政府應該挺勝樓處 把這個真理講清楚 我覺得到底藻礁狀況還是未來台灣的天然氣的建設重要 那如果老百姓聽得懂我相信這個公投就不扯一面倒 我常講這個為什麼會有很多民粹 這個民粹就是政府這個沒有具體的說服力 碰到議題他躲在後面 這個時候這個老百姓當然就不知所從 你這種比較偏激極端的人 他就會在這個地方見縫插針 那最後就問題就越來越來拒絕 台灣經常在環保這個議題上就呈現這樣一個風貌 那我想您是環宮系教授 我們有一段時間這樣 我們在講這個像勞工的問題都有勞團 那環保其實環保也是在社會發展當中 他有把關 但是偶爾操資過當以後 就會變成一個相對負面的衝擊 我們如果在這兩者在經濟發展跟環保當中 取得一個比較好的均衡點 我其實是當初找交在聯儲的時候 其實我也去幫忙 因為我們真的覺得是那邊的生態 有幾位老師發現到 我是覺得真的很難得 那我也很贊成整個公投臉書上的本文裡面 他就是說這個藻礁 這議題就是 他是為了要非核減煤就藻礁 所以他把這順序排下來了 其實我一直很贊成這樣子一個順序 就是我們一定要在2025 確定可以非核減煤 對藻礁做最大的保護 目前看起來也是的確做最大的保護 因為任何懷疑有礁鐵的地方 完全沒有蛙方也沒有填方 甚至整個是離岸接收站 所以其實已經做到最大的保護了 現在真的要回來就是2025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核一核二 這麼多民眾等著就是要核能除疫 核三也一樣 我們中火也希望趕快減煤 麥寮 我們知道他有三個藍煤機組 現在規劃也是在2025之前 三個藍煤機組完全都要除疫掉 只要三接起來之後 它其實影響的氣源 不只只有大潭的氣源而已 所以它的影響其實不只只有北部而已 不只只有取代北部的核能電廠而已 甚至包含我們台中的四個藍煤機組也可以取代掉 所以三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我想今天我們會常感謝莊教授 來到我們攝影棚來跟大家談談 現在從空污談到藻礁 那麼從燃煤發電一直到天然氣發電 我相信台灣要減少空污的排量 這個時候大家全民要有一些新的想法 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要 盡一切最大努力能夠讓燃煤的發電機組 能夠慢慢除疫 蔡總統在核電的堅持 我想我們慢慢在台灣社會當中 過去有一大群人是永和的 慢慢的大家也知道核電是不可靠的 現在我覺得如果將來我們加重天然氣的發電 然後在風力發電能夠慢慢變成一個很大的 發電的一個來源 再加上太陽能 那我相信台灣在綠電的路上 我們可能會走的比較順遂 今天謝謝莊教授 也謝謝大家的觀賞 下週歡迎再度收看老謝開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